佛法修学盖要 应害长老慈悲 诸位法师慈悲 陈会长慈悲 诸位学员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 第五十八面 我们讲到乙三修行篇第三 那么大圣佛法有八万四千个法门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两个重点 一个是理观 一个是世修 那么理观 是一种内心的智慧的观照 我们一般叫做内善根 那么世修呢 是一种外在的法门的修学 是一种外在的助言 那么从大圣的佛法的修学的因缘观角度来说啊 我们是先有理观 才有世修 因为理观在经典上把它判作是我们因地的发心 它是一个种子 如果这个种子是错误的 我们就很难创造一个正确的结果出来 那么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啊 我们刚开始修学佛法 我们是没有资格来修学法门的 一定要有一个道前基础 就像说我们在开始修行之前 要先调整心态 从内善根的角度来说 我们每一个人在无量的生死当中 我们的心态已经是错误的 叫做颠倒妄想 那么颠倒妄想的行程 在任善根他讲出的三个程序 就是感受 想象跟执着 我们刚开始的内心受到外境的刺激啊 会有一个感受 这个感受带动我们心中的错误的想象 然后想久以后呢 想久成性就变成是我们一种 很坚固的习性 就是一种自我意识 当我们的想象已经落入到自我意识的时候 我们就没办法去改变自己了 因为它是一种坚固的妄想 所以我们凡夫的心 是从感觉而触动的 这个感觉是由外境而来的 所以这种心是不能使用的 因为这是生灭心 一个生灭的心 不可能创造一个不生灭的功德 我都在经典上说啊 就好像你用沙 你是煮不出饭出来的 因为沙非饭本 我们一定是找到谜 才能够煮成饭 所以在佛法修学当中呢 在修法之前是要有基础 就是把这种向外攀岩的心 要转成向内安住的心 我们才有资格来修学一切法门 而趋向无上不敌 所以我们在前面讲到 发新篇政见篇的时候 花了很多时间来告诉大家 怎么调整我们的错误的心态 第一个 我们要先求安住 修行一定要 引和音住先求安住 那么我们前面讲了很多 菩萨的安住是以空性为住 那么大色佛法的空性啊 是观察我们的过去 无量的过去 我们从什么地方而来 我们找到我们生命的根源是 本来无一物的 是何其自信本质清净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菩萨的安住处 所以当我们开始在修学的时候 你念佛也好 持咒也好 布施也好 我们一定是站在 本来无一物的角度 来面对我们所有的人生 就是把心带回家 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个调整 把一种向外攀岩的心 把它带回来 安住在我们一念亲近的本性 就是把生命归零 这第一个安住 以空性为住 这个是我们观察我们的过去 第二个我们应该观察我们的现在 我们看到我们今生的果报底啊 是无常败坏的 这是一种苦地的思考 人生虽然有很多的快乐 但是这个快乐啊 有严重的过失 说破世界的快乐是有过失的 因为它有无常败坏的过失 所以人生的快乐会让你不安稳 即便你花了很多的精神砥砺 得到你所要的快乐 但是你还是一样 弟子心不安 因为你这个快乐你付出了 担心害怕忧恼的代价 所以佛陀在告诉我们无常观的时候啊 是调伏我们对说破世界的爱情 思维苦地调伏爱情 菩萨要把心放在未来 而不是放在现在 你只要是要成就广大的功德 特别是出世的解脱 你一定要放弃你今生所有的快乐 你别无选择 人生是要做出选择的 你追求今生的快乐 你就必须牺牲来生 你要追求来生的解脱 你就必须放弃今生的快乐 所以这个从苦地的思维 我们产生的出离 出离心 前面是空证件 第二个是出离心 是针对现前的观察 第三个是对未来的观察 你将往哪里而去 我们不能等到灵命中 才知道你来生要去哪里 你来不及了 人生是要提前规划的 我们有一个目标 我们才知道我们在有限的生命当中 我们应该去重点要放在哪里 因为法门太多 人生太短 你没有目标 你就在佛法的进入 我们今天开始进入广大的五称的法门 有些东西是你急迫的 有些东西是不急迫的 那么你在判断选择过程当中 就是用你未来的目标来做判断 所以我们一定有一个目标来引导我们 求生进途 言神佛道 引导力 所以在修行当中 我们是要建立三种心态 第一个 对过去的观察 找到我们生命的原点 让我们的心安住下来 第二个 对你今生眼前的观察 知道人生是无常的 总有一天会失去你 所有的东西 人生只有过程没有结果 那么这样子我们会慢慢的淡化 对今生的快乐果报的追求 而把重点放在积极质量 而不是享受人生 出离心 第三个是对未来的观察 你将往哪里而去 所以你在心态上 你能够知道你的过去 你能够知道你的现在 你能够知道你的未来 你这个心态 就是一个真实的发现 因为你这种心态 正好能够摆脱过去的 妄想的干扰 那么你能够开创未来 甚至于你能够把握现在 所以我们前面的理观呢 就是让我们做了三件事情 理观的智慧就是让我们摆脱过去 让我们开创未来 让我们把握现在的阴眼 那么这部分我们在理观 在这个发心跟正经 一讲很多了 理观的智慧就是端正我们的心态 那么依这种心态来修学 所有的善法都变成是 成佛的质量 这部分是讲到这个因地发心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开始 记住了这三种的理观 我们就有资格来谈修行了 就是开始所谓的称性起修 这个修行 那么开始积极治疗 那么我们这个修行篇有三段 此中分三一 总标五称的要义 我们先把这个佛陀的五称法门 先隆总的标示出来 第二个我们别名五称的协陀法门 这个地方有五段 第一个是人称 第二个是天称 第三个僧文称 第四个圆觉称 第四个第五个是菩萨称 那么一般来说呢 在藏传佛教是把人称跟天称 把它判作夏世道 那么夏世道我们选教叫做安乐道 就是追求生命的安乐 这是第一个基本功 那么第三个僧文称跟圆觉称呢 在藏系叫做宗师道 我们叫做解脱道 那么菩萨道呢 在藏系叫做善师道 我们叫做菩提道 所以从前教的角度呢 我们是先从安乐道到解脱道 到菩提道 所以大乘佛法的法门有三种道 那么最后我们讲完五称的三道法门以后呢 我们会归到一佛称就是把前面的理官呢 前面是一子一心而发展出五种的法门 现在把五种法门呢会归到一心真如 一佛称简单就是法法消归心性 前面的别名五称呢 是一心而开展出万恨 到了最后我们再把万恨回归到一心 那么理官而升级世修 所有的世修 还是回归到我们一念心性的 这个出离心菩提心控制剑的三种理官 那么这样子形成一种辗转真正的一种善的循环 使令我们慢慢的去向佛道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从理官产生世修 还要从世修回归到理官 这个是一个三个重点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总标五称的要义 先做一个总标 我们把它分成三道 先讲安乐道 人称跟天称 这个这两部分我们先念一遍 请大家合掌 一人称 未以三规五戒为称 能运载众生 月初三途 生于人道 是名人称 二天称 未以十善业 四禅定 四空定 为称 能运载众生 月初人道 生于天道 是名天称 好那么 当我们的心态准备好以后啊 佛陀在开眼修行的过程当中啊 佛陀先讲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离苦得乐的问题 先要得到人生 要离开三恶道的痛苦 要能够让我们创造一个相对安稳的生命 所以佛陀先讲人天称 那么人称主要是三规五戒 这个三规五戒的法门啊 来在我们的内心的心修啊 我们慢慢慢慢生命啊 就出现了人道的果报 那么天正呢 就进一步以十善跟四禅四空定的 这种法的心修啊 就出现天界的快乐 这个是安稳道 这个法门啊 佛陀自的法门啊 它是一种点点滴滴的心修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 我们一念心啊 是恰罗恰罗的无常 是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 但是 它虽然是无常无我 但是它有一种相续的作用 那么这种作用呢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创造业力 会得果报 会造因得果 所以我们前面的 出离心菩提心控证件 这种三种善根啊 这个架构建立以后呢 这只是一个大方向的结构 要像你开车 你开车呢 你先设定你的目标在哪里 把整个大陆先搞清楚 但是你这个过程的小路啊 你要微调 法门就是让你微调 念念的依止人天的三规五戒十善的善业 这个法慢慢慢慢的 来对质习气 把你邪恶的部分慢慢的把它洗掉 这个意思 反正你整天经常的休学五戒十善啊 你的心啊 邪恶的这一块的力量 就会慢慢慢慢的消除掉 就产生善良的这一块 所以他这主要目的啊 为什么我们要守前面的理官啊 你才会知道 这个法门的目的是要能够 借事修心啊 借这个人天秤的法 来消灭我们邪恶的心 那么产生善良的心 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人天秤的法的一个目的 我们再看第三第四的解脱道 看身文秤跟原杰秤 三身文秤 为以四地法门为秤 能运载众生月出三界 至偏空涅槃 成阿罗汉 是名身文秤 四元决秤 为以十二因缘法门为秤 能运载众生月出三界 至偏空涅槃 成辟之佛 是名元决秤 身文秤啊 他的重点在修四地法门 而四地法门的下手在苦地 人天秤 佛陀要我们断恶修善 创造安乐的快乐 但是到了二秤的时候 解脱道的时候呢 佛陀告诉我们 人世间的快乐不能够安住 你只能够当过程 因为人生的快乐 有太多的后遗症 你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佛陀说啊 世间的快乐 就像一个甜美的蛋糕 里面充满的毒药 譬如美食夹杂毒药 出雀美味中腾大坏 因为你常人世间的快乐 你要付出 生生世世 轮回的代价 你每一次的生命 都要受到老病时的折磨 所以佛陀到了 善根成熟以后 从断恶修善的理念 慢慢追求到一种 涅槃寂静的概念 佛陀告诉我们说 我们有更好的追求的目标 我们不一定要追求 人世间的快乐 这种有毒药的蛋糕 那么佛陀开始讲 四地舌音眼 把我们的内心的水平 从一种善恶的概念 而提升到这种空有的概念 放弃有向的快乐 追求空性的寂静 这种境界更高了 涅槃寂静的 这种快乐是没有过失的 安稳快乐 那么袁决称和申文称 已经从三界的 轮回果报中跳脱出来 所以我们叫解脱道 我们再看最高级的法门 叫菩萨称 这个是佛法里面 最严满的一个法门 我们看菩萨称 那么前面的元杰称跟生文称二称 它是一种离向的 离向的 那么到菩萨阵的时候呢 又开始面对向状 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执着 叫做戒向 菩萨又开始从空出甲 广修六度 那么他这个向呢 跟前面的人天正的向不同 人天正是用执着的 是有肉的 贪爱的 菩萨呢 把这个向当作一种战时的借用 借向修心啊 他又回到了人群 休息六波罗蜜 这个时候成就万德庄严了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武圣法门 是三种目标 第一个先追求 人世间的安稳快乐 第二个追求 初世间的涅槃的解脱 第三个成就佛陀的万德庄严 那么第一个是有相形 第三个也是有相形 第二个是无相的 所以禅宗说啊 我们刚开始是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其实就是修人天秤 其实善修五见十善的时候 心态没有太多改变 就是凡夫的心态 真正的生命的改变是二秤 开始深入的观察 人生的苦地了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出离心了 到了菩萨圈 又开始 回到你过去的阴眼 该做什么 你还做什么 见山是山 见水又是水 但是那个时候的心态 完全不同了 你就是一直菩提心 一直空振剑 那么这个武圣法门 我们会慢慢的次第的介绍 我们应该怎么去 透过法门来提升我们的心态 从一种邪恶的心 提升到一种善良的心 从一种善良的心 再提升到一种涅槃的心 从涅槃的心 再提升到菩提心 有三个阶段 有三个阶段 所以我们就是会次第的加以说明 借法来修心 好 那么这是一个总标 把这个武圣法门的一种相互关系 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看丙二的别名武圣解脱法门 前面是一个总标 这一下呢 我们个别个别来说明 这个武称的修行的方法 这个地方有五颗 一人称 二天称 三生文称 四言觉称 五菩萨称 我们先看人称 人称当中分五颗 一三规二五戒 那么三规一当中呢 我们先解释名称 那么三规一 我们先做一个名相的解释 三 我们所归一的是佛法生三宝 那么我们的心态呢 就是归顺跟趋向 第三个是依止 归顺三宝 依止三宝 一种对三个功德的一种随顺归一 那么详细的我们看下面的叶书 什么叫三规一 它的内涵是什么 我们来把它练一遍 请合掌 叶书云 多论云 以三宝为所归 所归以救护为意 如人获罪于亡 投向他国 以求救护 彼王赐言 辱求无畏 以投我者 莫出我尽 莫为我教 必当救护 众生亦合 戏属于魔 有生死过 归项三宝 魔无如之河 那么首先我们先看看这个三规一 它有两个 第一个所归一的境 第二个能归一的心态 那么我们所归一的境是佛法身三宝 那么我们是用什么心态呢 是以救护 我们希望三宝来救护我们 这个关系很重要 如果 我们一天过一天 我们不学习佛法 我们也就不知道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障碍 什么问题 但是你要学习佛法 首先你会先知道你的过去 就是我们无量节来 我们一念亲近的本性 在人在三界里面打滚太久 而每一起的生命都留下很多的问题 就是这个颠倒妄想跟毅力 所以 我们到现在 我们已经没办法自我改变了 因为我们在三界流浪太久 已经产生一种坚固的习气 这种自我意识太强了 我们已经没有自我能力来做反省跟调整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仰仗三宝的救护 就是我们就像三宝大师说的 我是一个业障生死凡夫 我自己没有人力来追求处理 所以我们以这种心态 当然我们旷官无死的 过去的留下的业力跟烦恼障 我们祈求三宝的救护 这个地方讲出一个P 就好像说有一个人 他获罪于 他得罪一个恶国王 这个恶国王大势力 那么他自己已经没有人力来抗拒这个恶国王 怎么办呢 他只好投向另外一个善良的国王 这个国王是一个大势力的善良国王 那么投这个国王干什么呢 以求救护希望这个大国王能帮助他来抵抗恶国王 那么这个善良的国王就告诉他两件事 他说你来求我保护你啊 没问题 但是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莫出我境 第二个莫为我教 我一定可以救护你 这个皈依呢 其实是两个内 第一个是莫出我境 这个是对人的皈依 我们不能够离开 佛菩萨的色授 所以我们刚开始观音三宝啊 第一个跟佛菩萨结缘 你看大圣佛菩萨很多的名号让你的意识 你念阿弥陀佛也可以 你念观世音菩萨结缘 你念第三宝菩萨也可以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本尊的功德来色授我们 你要先找到你相应的本尊相应 就是所谓依人 或者找这个地方依人包括依子上师了 你的清教室 就是依人来修学 莫离开这个人的姻缘 第二个莫为我教就是依法 就从经典的学习产生智慧的观照 这个是两个依子 归依子依子人 一个依子法 那么你能够依人又依法 那么三宝一定可以救护你 这个地方讲出毕与第三个我们合法 那么众生亦不如是 我无量节来 内心已经把自己的内心 创造出一种很严重的烦恼模 所以才有生死的过患 这个系数就是说 什么叫系数 比如说你平常很正常 我们一般人没有起烦恼 那个烦恼火不启动的时候很正常 但是烦恼 贪烦恼 称烦恼活动的时候 他要你做什么 你就一定要听他的 烦恼不活动的时候 你跟正常人一模一样 但他一旦活动起来 你就做不了主了 他要你去造业 他要你去骂人 你就一定会去做 叫做系数一模 所以这个烦恼已经掌控我们的生命了 而且我们对烦恼已经没有抗拒的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归三宝 因为你自己没办法处理你的烦恼 无量节来生生世世 已经把它养成一种很强壮的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生死的过失 所以我们归向三宝 才能够去抗拒内心的烦恼模 这个地方就是说 三宝对我们的射受有两个地方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人的射受 佛陀的神通感应 我们不断的对佛菩萨的礼拜赞叹供养 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 就是修皈依嘛 我们要跟佛菩萨结言 净土法门也是很强调 跟佛菩萨结言 一般来说 凡是他立法门的 比方说净土宗 比方说命中 很强调 依人 像我们净土宗归于阿弥陀佛 你就一定要跟阿弥陀佛结言 否则他没报救把你 因为佛陀救把你 你必须要在中间家搭一个桥梁嘛 诸法从延伸嘛 我一大师说佛陀的心是平等的 那么为什么他救把他没有救把你呢 因为你没跟他结缘 他很难救把你 所以我们意念阿弥陀佛是 创造一个阿弥陀佛救把我们的音言 让他有管道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说不念阿弥陀佛 你也不拜阿弥陀佛 你切华阴言 所以第一个我们是对人的皈依 祈求佛菩萨的神通色授 第二个呢 对法的皈依 你要对经典要学习 佛陀灭度以后 佛陀把道理放在经典当中 你要去闻思修 产生智慧的观照 就是智慧的救把 所以三宝的救把 有神通力的救把 跟智慧的救把 两种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活在世的时候 在舍卫国 有一个大户长者的儿子 这个儿子长出来的时候 非常可爱 腹泡很大 那么这个长者子呢 大家当然是有钱人嘛 长大以后也不用工作 就整天带着几个朋友 到处游玩 那么有一天 有一个马戏团的 表演马戏团的 这个班子 这个平民啊 在古时候 门不当父母 不可以的 那么他妈妈就拒绝他了 拒绝他了 那个 这个道父长者只说 那我要不娶这个女孩 我没办法活下去了 所以这个母亲没办法 就疼爱小孩嘛 就派人去跟对方沟通 说我们儿子想要请你做你 请你这个女孩做妻子 对方说不可以啊 你们是贵族 我们是平民 怎么能够通婚呢 就拒绝了 他妈妈就跟他儿子说 你看 对方拒绝了 那道父长者说 那没办法了 那如果从现在开始 我要是不答应 你又不答应这个婚事 我就不吃饭了 那妈妈没办法 就亲自 带着礼品 去见对方的母亲 他说我的儿子 一定要请你的女儿做妻子 你有什么条件你开出来 这个对方就没办法了 看这么沉 说好了这样子好了 他说因为我们的传统啊 要娶我们家的女孩子 做媳妇啊 你要把我们马戏团 所有的技术都要学会 还要经过考试 通过以后 我们就把女儿子叫过去 那母亲至少 是有条件的答应呢 他就把这个条件 就带回来给他指引 儿子说如是如是 这个儿子说没问题 我来学这个马戏团 就要参加马戏团啊 就学他们的技术了 那这个小孩很聪明了 很快就把马戏团的这种 十八班五一都学会了 就要考试了 考试的时候啊 每一个考试就很快的通过了 到了最后一个 最难的叫做空中走索 就是这两个高空的地方 中间一个钢索 他要从东边走到西边 在中间打一个竹竿做平衡 那么这个大副长者子啊 他这个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技术 但他走到一半的时候 糟糕了 他没体力了 因为他钱没花太多体力了 他虽然技术后体力不足了 他即将要摔下去了 这个时候大自飞的佛陀啊 他就知道这件事 派目见人尊者啊 以神通力啊 飞到空中 跟他谈条件 他说你现在啊 只有两个选择 你要嘛跳下去摔死 你要嘛 你跟我出家 那么这个大副长者子 就是我这个本来是要结婚的 你不跟你出家呢 但是我要不答应他 我摔下去肯定死掉 密都没有了 所以只好就答应他了 答应他以后呢 目见人尊者用神通力啊 马上让他看到啊 这个绳索啊 变成一块大地 他就很快的走过去了 走过去下面就鼓掌啊 对方也愿意把这个女孩子要 要嫁给他 这个人说我现在不能结婚了 我已经答应目见人尊者了 就跟目见人尊者出家了 出家以后 那没有多久也争得阿罗汉果了 那么当然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人生都有很多的转机了 就是说 有些人遇到障碍的时候 他三宝会适当的出现 有些人遇到障碍的时候 三宝没有出现 为什么 这个地方你要想一想看 我们每一个人的背后都充满的业力 如果你不看经典 你就不知道 啪 你要看经典就知道 我们过去生所造的业是不可思议的 如虚空一样 但是有些人那么幸运 他就能够遇到障碍的时候 佛菩萨的射受 乃至于跟他说法成就解脱 诸位要知道 世出必有因 作为一个佛菩萨 他的心就像太阳一样 就像月亮一样 平等的普照一切众生 但是 诸位要知道 既然是诸法因延生 表示佛菩萨对我们的救拔 是怎么样 因延就是条件 只能够有条件的救拔 没办法做无条件的救拔 就是你自己要准备 你要准备的那一块 就是你平常跟佛菩萨的因缘 所以我们必须要 在三宝当中要搭上两个桥桥 第一个跟人之间的因缘 跟佛菩萨的因缘 不断的有一些拜佛啦 赞叹啦 供养啦 尤其是净土法本尊相应更重要 你每天都要练练佛 你必须要佛在弥陀的光明当中 莫离我近 你的心不能离开佛号太久 你要你去试试看 你三天不练佛 你的心就生疏了 你就觉得爱弥陀佛理理很谣言 你要能够进入到弥陀的光明当中 你就不断的要议念他的圣号 第二个 你要能够知道 要净土法门的修训的内涵 他有法 要有一点智慧的关照 导致正念 这个三宝的皈依啊 有两种色授 第一个人的色授 第二个法的色授 两个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那么这个是讲到三皈依啊 两种皈依 一个依人的皈依 一个依法的皈依啊 我们再看内涵啊 那么我们在前面是讲到这个皈依的这个两种的这个内涵 这个地方讲到我所归一的静 所归一的三宝有几种三宝 先看内涵 那么我们要跟三宝皈依 那么到底三宝是怎么回事 在经典中呢 三宝有两种 一种是注词的 就是外在的一种事项的 它是可以让你去见闻觉知的 有一种像状的 一个是立体三宝 它是无像的 我们先看有像的三宝 第一个佛宝 形象塔庙 那么佛陀灭度以后呢 代表佛 谁代表佛呢 就是这些佛的形象 可能是指坐的 或者是同坐的 或者玻璃纤维的等等 形象 塔庙 就是供养佛陀这些寺庙 所以来到寺庙就是见到佛陀 这个是佛宝 它有助词的功能 第二个法宝 就是指数所传 就是这个 透过这个指 所记载的这种大小乘的经典 这个是法宝 文以载道 文字当中有道 第三个是申保 就是替法受戒的这种 献出清静庄严一项的这些申保 那么这个三宝呢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能够 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接触 叫做助食三宝 那么我们透过助食三宝 我们也可以能够依人依法 这样的修学 那第二个我们看理体三宝 这个是我们内心的三宝 佛宝 就是五分法身 就是清静的戒定会 卸托卸托之间 五分法身 第二个是法宝 灭理无为 这个灭理无为 小乘呢 就是偏空的涅槃 大乘呢 就是真如法性 就是真如法性 我们这个地方 特别指的是大乘 是真如法性 第三个是申保 申文学无学的功德 这个是小乘的这些 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这种功德 当然这个理体三宝 重点在这个法宝 就是我们皈依心中的涅槃 我们安住在我们的清静本性 这个就是理体三宝 他这个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刚开始接触 是接触注射三宝 有注射三宝呢 慢慢慢慢的心修 才有办法产生理体三宝 这个联石大师的竹窗水笔 他讲一件事 他说 他说有一个大将军 来拜访联石大师 这大将军可能是看过经典的 联石大师这个时候在拜佛 适者就请这个将军 在会客室坐一下 等联石大师拜完佛再出来 拜完以后呢 这个将军就直接问联石大师说 这个三宝在我们心中啊 你拜这个佛像干什么呢 它是一张纸啊 联石大师说啊 你这种观念是错的了 直理废事啊 就是说 我们今天畅尾越诈 我们今天跟三宝归一 你一定要有一个形象嘛 净土宗也是这个意思啦 你看你一心 会面阿弥陀佛 那么谁代表阿弥陀佛呢 阿弥陀佛在哪里呢 净土宗是阴森嘛 你一记彌陀 念诵地 你创造一个阴森 阿弥陀佛就在阴森当中啊 所以你把它听回去 你跟阿弥陀佛就相应了 所以我们刚开始是要从形象的三宝 慢慢的要误入到理理三宝 我们不可能直接进入理理三宝 我们所有的善根都要从四相来修学 前段时间有人问我 讲到这个 弥陀佛要解的理观跟嗜秀 他说为什么弥陀佛要解 他那个用理观的智慧来念佛 是什么意思 我们如果没有理观念佛啊 完全从四相也不好 因为你 你从完全从四相念佛的时候 你的心是攀岩心啊 你就攀岩石万一佛土外的阿弥陀佛嘛 那么这个时候有个问题啊 你心中所应验的佛是在十万亿佛土之外 你临终的时候你的心啊会动 你会看看阿弥陀佛到底来了没有 糟糕了 糟糕了 临终的时候最怕你一念旺动 你就不安付相了嘛 所以 理体三宝就是说 我们相信阿弥陀佛存在我们心中 但是我们假借佛号来开显 这个很重要 假借 我们在没有修理观之前啊 这个佛号是一种攀岩直取的心来念佛号 你知道你的佛 阿弥陀佛存在你心中的时候 你也念佛 但是你是脱笔名号 嫌我自信 你是借这个佛号 所以你假借的过程当中 你虽然念 但是你不会执着 你不要 不要把阿弥陀佛来了没有嘛 你心中 异佛念佛 你有这个阴地 他自然会创造这个结果嘛 你把这个桥铺好了 阿弥陀佛自然走过来 所以这个理观很重要 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站在内心的角度来修学 因为你向外攀岩 你自己的阴地就破坏了 就不是一个真实的阴地了 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 就是说 我们站在理体的三宝的角度 来归一注识三宝 是这个意思 这个注识三宝 又帮助你的 加强你的理体三宝 那么产生一种善的循环 理体三宝 而产生 而修学注识三宝 注识三宝 又加强你的理体三宝 那么如此的理观跟事修的配合 这个时候才能够慢慢增上 所以在这个归一当中 我们是理观 事修 两种三宝都要居住 好 我们看最后的公义 归三宝的功德 这地方有一段文 我们把它念一遍 归进遗云 今云若人得闻常驻恶志 世人生生不堕恶趣 思何故也 已知法佛本性常故 一时闻解 薰本世心 夜总继承 尽性无师 旷能立愿归一 奉为师范 故当累结亲胜 亦无羡莫 故如今云 有人授三归一 弥勒初慧 解脱生死 此乃出苦之良今 入佛法之皆味 但以罪多恶众 轻而慢者 虽曾授归 随缘还施 事故智人 初授归时 专心原始得名归 故感善神 随足互助 好 我们这段 这个地方有三段 我们先看第一段 经营 那么有人得闻常驻恶志 世人生生不堕恶趣 那么 这个常驻恶志是个法宝 就是我们所谓的 不生不灭的涅槃 或者讲清清心 在阴地叫清清心 在果地叫做涅槃 那么一个人能够得闻 不过这个闻啊 各位 我们看到很多的经典 只要讲闻 闻死名号成什么功德 这个闻都是要成就 闻死 要叫一个受辞的词 就是听闻以后 还要受辞不失 你心中要把这个法放在心中 不断的意念 而不忘失 这样子才能够产生一种强大的 调普的力量 不是只有听过而已 你要把这个法经常在心中运转 那么我们经常能够去体会心中啊 何其自信 本质清净啊 这个人 生生世世 不作恶道 那么 他的理由在哪里呢 我们待会再解释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啊 了吗 OK 我和我 Russell 呃